开卫生间的灯 跳卫生间插座的电闸 也不是每一次开灯都跳 你看偶尔一下 叭击就跳了 这是卫生间插座的漏电保护器 还有一个 二楼插座的漏电保护器 下面的线都不敢接 不敢送电 一送电就砰的一声 然后就跳闸 所以这两个线也不敢接 我把这两路线都拆下来 得用比较测一下什么原因 这个零线上 一看打过火 用万一表测一下 零火线之间 看看短不短路 火 短路 等一下找原因 先看这个 它这个每一次开卫生间灯的开关 和其他灯的开关 不定时的会跳这个插座的漏电保护器 您觉得是哪里的问题呢 我拆掉这个下面的接线 开灯跳插座的漏电保护器 它们又不是一路的 奇怪吧 我修过这样的故障 它们的线结混了吗 您是不是怀疑灯的零线 接的是插座的零线 我拆掉路保的零线以后 灯还是亮的 打开卫生间的灯 都是亮的 所以说灯电路 和插座电路没有关系 也有过灯的零线 接了插座的零线 也有过灯电路漏电 导致旁边的漏电保护器调闸 看看哪一路在漏电 所以拉掉电闸 关掉总闸 拆掉总零线 一字表比测地线 先整体测一下这个零线 显示是漏电的 不知道下面的电闸 哪一路在漏电 火线是不漏电的 拆掉零线排的零线 拆掉电闸下面的零线和火线 是所有的 这样我挨个的测量 这些插座线路 灯线路 有没有漏电的 都是测量零线火线与地线 这一路很好 前两三路都很好 测量到卫生间的火线 火线不漏电 测量零线 摆动不多 但是慢慢地朝无穷大走 测量厨房的火线 火线是漏电的 厨房的零线 零线也漏电 再测量其他的插座没问题 灯电路没问题 都能正常开灯 也不漏电 测的灵火都没问题 先找卫生间这一路 一开灯 它的闸就跳 先找这一路什么原因 来看卫生间的两个插座 打开这两个插座看看 插座是后来改的 原装的插座不在这个位置 确实不是原装的电路 一看着红河就知道是后来家的插座 电路是从上面下来的 灵火第三根线 这路线这是什么线呀 接了个地线 接到地线上了 这个没看懂 右上角有个管还下了个蓝线 这就是卫生间两个插座 然后进来 一根灵线 一根火线 一根地线 接插座 在这都有接头 就是并连呗 接出另一个插座 它还有一个管 下面穿了一个蓝线 接着灵线 还有跟黄线 接的是地线 它这个都是用黄线做的地线 不是黄绿双射线 我现在打开接头 在这测一下 灵线与地线漏不漏电 和电闸那边测的一样 这两根线是干什么的 现在没搞明白 灵线漏电 是不是在跟蓝线漏电呢 这个蓝线又是干什么的 接着什么电路 直接剪断 再测 灵线与地线 不漏电了 那测这个地线 与这个蓝线 是它在漏电 这个是谁的灵线呢 也不是欲罢的 欲罢正常 先不管它 电闸这头接上灵火线 卫生间插座送电 测量插座电压 220V很正常 测量这个火线与这个蓝线 看看电压 也是220V 电压正常 这个蓝线是干啥的 还漏电 这个插座的位置 靠近洗手盆 我如果是下线的电工 我下这两根线干什么用 一般是静前灯的电源 这两根其实是 一根火线一根零线 黄线它接在了地线上 来看一下静前灯 这个是在镜子上操作的 现在没有电也不亮 镜子上在触摸开关和显示屏 那我把这个黄线接到火线 把蓝线接到零线 就是这个样接 看一下灯亮不亮 静前灯亮了 哪个是开关的 打开灯 好了 因为这个黄线是灯的火线 安装的时候把它接到地线 就等于灯接地了 灯里有电路 它和蓝线形成一个回路 导致蓝线漏电 零线漏电 所以说主人说 不开灯的时候 这个漏电保护器也会跳 只是一开灯的时候 跳得更快 跳得更多 好了 卫生间这个故障就解决了 刚才测的厨房的零火线 与地线也是漏电的 去找一下哪里在漏电 拔掉所有电器 最后测试 只要一擦上这个洗碗机 就显示漏电 直接测擦头 零火差与地差 看一下 漏电 就是它在漏 零差漏 火差还不漏 所以有时候漏电保护器还不跳 这样卫生间这一漏 漏电的原因找到了 楼上的插座 短路 这个故障也去楼上插 电路都是改过的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原装的插座 把街头掐断 直接断开零火线 剪断以后 这边这一路不短路 后边这一路 两个线是短路的 这几个房间有很多插座 看看哪一段线的短路 后面的插座 只要是用表仪测零火线 表正白就是短路 后边这些插座 连着USB 它里面是有电路的 那就得拆开测量 就是看看是USB在短路 还是主线路在短路 这个是主线路在短路 USB没问题 它这个插座线路 你看都是后来改的 原来线的街头 宽地给糊死了 放开这些 摊开这个外景 弄开这个外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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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打开这一个接头 就可以知道是前两个屋有问题 还是后边两个屋有问题 还是阳台有问题 老办法 恰当线直接测灵活线 表真摆的那一路有问题 这一路有问题 这一路往前没问题 这样前面几个屋到配电箱的电路 都是没问题的 令我们想到的是这路插座线 连着床头的灯 连着USB 还有楼梯灯 最后插到楼梯灯这一块 测一下 过来的电路没问题 接着这几个楼梯灯 真是楼梯灯的问题 这一下六七个楼梯灯 哪一个有问题呢 看最后一个 断开灯测主线 没问题 单独测灯 灯是短路的 终于找到原因了 是驱动内部短路导致的跳闸 这个灯就先不用了 这样三个电路的故障原因都找到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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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